大家好,我是南京大学汉语学二年纪的季汉中,我来自韩国,我从2021年一年开始正式学习汉语,两年后通过了HSK六级考试,在南京大学留学以后,我的汉语学评得到了显示提高,因此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学习汉语的。 来到南京大学以后,我每天坚持复习在课堂下学到的东西,做到问故而至心,比起理解文章结构,我更注重以母于为基础背诵单词和常用的句子。 刚开始说话的时候,我也是边想边说话,手语相当慢,但是通过不断反复背诵和努力,我的语言能力逐渐得到提高。 现在汉语水平虽然还不像母于一样流利,但思考的时间比过去缩短了,基本达到了用语言进行日常表达的水平。 在中国我尽量用汉语,一些无知的偏见被打破我也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现代的中国文化当中。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中国梦,敢于做梦,勇敢地追逐梦想,勤奋地实现梦想,这样的句子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学习也是需要动静和梦想的,学好博大今生的中文就是我的梦想,让我们不断地探讨学习中文的真谛吧。 希望我的学习经验能给大家一些帮助,谢谢。